近日执行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 从南极的麒麟站返回祖国的途中 陆遇最美海兵 龙林兵 在夕阳的照射下 每一半龙林兵都勾上了金边 我们一起跟随总台央视记者李宁的镜头 去现场看一看 有很多的海面 纯净透明的龙虾 这个水晶 大家感觉很测验 其实我觉得 很强烈的名字 每一面很像龙身上的鳞片一样 尤其是在夕阳的照射下 每一半龙林中 狗上的鳞片 龙林兵甲 狗上的鳞片 稍等 都那么测验 狗上的鳞片 绒上的鳞片 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